开车开到一半突然看到前方 怎么有块蓝蓝的方形物体 靠近一看才知道是个行李箱 而箱子主人就在前方 似乎是车子坏了暂停路边 但原本应该需要用这个 当然不要用到最好 只是真的发生意外 得要临停路边 就必须摆出这块三角警示牌 车子故障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拿出三角架出来 然后让后面的车辆会注意到 前方的车辆不要再造成 二次的车祸了 二十二早上台北有民众发现 一辆轿车后车厢打开 临停路旁 后面还放了一个蓝色行李箱 疑似是想警惕后方来车 不过本来应该要放的三角警示牌 你知道这个放在哪吗 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用过 从来没有 应该 我是没有用过 所以可能找一下应该找得到 警示牌通常会随行车附赠 会放在后车厢两侧 或被抬空间的地方 得要自己拿出来组装摆放 不过驾驶们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个可不能随便乱摆 然后下车的时候 离车辆三十公尺的距离 然后再放我们的故障 故障的脚架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 车辆在限速四十公里路段 警示牌要放在车后地面五到三十公尺 若超过四十公里 就是三十到一百公尺 若交通拥挤的话 要悬挂于车身后方 而在高速公路车道上 则是需要放到一百公尺以上 若苗遵守可处新台币一千五百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罚还 以别的东西取代警示牌虽然利益良好 但可能还是容易发生意外 因此民众可以检查一下 找出车内的三角警示灯 以免挨罚 铁新闻城市明高中 蓝亭新竹花莲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